科技日新月异 3C产品充斥在现今社会 看似为生活带来便利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飞越5集推出的新地球系列5码中 舞者透过肢体及表情 表现出人与人之间 似乎因为3C产品带来的便利 而减少互动 舞作发人省思 新地球就是在介绍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因为人的破坏 所以会有一些变化 还有就是3C产品的介入 让我们的人跟人之间 看似距离近了 因为可能我住在国外 你在台湾 我们可以很近的距离 可以看到视讯 看到对方 然后通讯品质也都很好 感觉好像距离近了 但实际上 你会发现我们人跟人之间 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常常就是滑着手机 然后可能我们在脸书上 或Facebook 或者是Integrate 在里面里面 都是好像人 好像彼此之间很熟悉 但其实里面有多少真实 我们也都不太清楚 新地球除了反思科技的进步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活在一幕的小框框里 没有情绪 没有表情 更没了温暖 在兵武家张忠安老师的舞作中 更设想因科技的进步 破坏了环境 也使人类越来越退化 当所有事情都交给机器来办 电磁波 清洗人类的脑 皮肤 人类有越来越多病痛 甚至变种 情况会有多糟 那另外一首作品 张忠安老师的作品是刚好搭上这次的私宿列车 对那就是因为地球的破坏或是很多食安的问题 造成我们可能人都会变种啦变形啦 或者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痛啦 对所以就是在传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飞乐舞级艺术总监吴维倩表示 新地球共有18位在地舞者参与演出 除了强调舞者肢体的展现和延展性 满足观众视觉方面的享受 更加入时事 社会与感情等素材 守眼及引发强烈共鸣 舞台未来将持续创作 期待与舞迷分享更多创新作品 评论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 采访报道